指数比起去年同期年增0.59% 主要是因为蔬菜水果价格上涨 通价比去年同期涨了1.76倍 不过蛋类油料费走跌 抵消了部分的涨幅 农历春节快到了 又是送礼旺季 今年东亚地区已经有 十国有非洲猪瘟的疫情 油包是违规肉制品入境的第二大来源 提醒民众接受跨境礼品或是网购 都要避免火腿 香肠还有腊肠等腌制品 旧观光 观光局确定放宽 国际包机补助人数门槛 搭载率7成 降为5成就可补助 包机旅客在台停留 7天6夜以上也将增额补助 每位旅客1000块钱 最快12月中上路